Hello, 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就沒有用塔羅牌, 我只是想做另外一個題目, 叫做大城小事, 大城肯定是大城市而發生的小小的事情。 通常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 大大小小的事情數之不盡, 但是有多少你是值得記得, 或者你很難忘記, 或者你特別有這個 又領悟到有真實有意思的事情, 而是可以讓你見到這件事情的發生之後, 你的心裏是久久都不能夠忘記, 很久一段時間, 你還是會記得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講一下, 因為在前幾個星期, 早上我出去大曼城攤的時候, 就見到一隻, 因為是星期晚, 早上七、八點鐘就覺得街是比較靜的。 而在大公司門口, 就見到一隻白鴿, 附近有很多白鴿, 有很多人, 有時候用麵包皮去餵, 但這隻白鴿呢, 就只有一隻腳, 平時我們見到的鳥肯定是有兩隻腳, 但這隻白鴿給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因為它只有一隻腳, 平時我們見到的鳥肯定是有兩隻腳, 但這隻白鴿給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因為它只有一隻腳, 平時我們見到的鳥肯定是有兩隻腳, 那它眼巴巴這樣看著我, 因為我走過它旁邊, 天氣又冷, 眼巴巴這樣看著我, 站在那裡, 它可能想跟我說, 你有沒有東西吃呀, 你有沒有東西給我吃呢, 肯定是沒有的, 因為那時候我正在, 初一初去是準備上班的時間, 雖然我沒有東西給它吃, 但我都看多它兩眼, 它靜靜地站在那裡, 用一隻腳站在那裡, 我特別留意到它的腳, 其實它是在它的身體裡面正中間那裡, 或者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總之我看到它就不是偏在左, 或者偏在右, 那我心就突然間有 有一種感覺就是, 它可能很小的時候, 若是胎生出來就是這樣的, 缺陷, 若是呢, 可能是意外, 或者是韌圍, 被人弄斷了一隻腳, 那這隻白鴿呢, 其實已經是看上去不是baby來的了, 已經是中年那些, 即是如果你說人, 可能是中年的時期, 都幾肥,幾大隻的, 因為它那隻腳剛剛在正中間, 所以我相信這個意外, 或者這個缺陷已經是, 或者它出生了沒多久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的, 所以它一直都可以維持, 將這隻腳還固定在它身體的中間, 因為它這樣才可以繼續跳, 繼續飛啊, 有時候我們做人, 很多時候都會想一下, 做人那麼辛苦啊, 如果做一隻小鳥就好了, 一隻小鳥可以在天空任意飛翔, 但是, 反過來, 其實小鳥有沒有災難呢, 它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呢, 你看一下, 那些公園裡面, 這麼多白鴿, 不停地找食, 在路上那裏撿麵包碎啊, 撿那些人吃過的東西啊, 或者是有時候那些人吃剩的煙絲, 他們都不, 可能都太餓了, 什麼都去撞來吃, 但是, 他們也有他們的敵人啊, 當然他們有生老病死啦, 是不是, 可能反過來我們人類, 我們人類會羨慕這個白鴿, 反過來白鴿, 它其實都有靈性啊, 但是, 雖然或者它的記憶是比較短啊, 即不會說, 記得幾多年之前的事, 記得什麼, 它也都不會計算, 我們也都不會跟它溝通, 是不是, 但它可能反過來都會羨慕我們人類, 哇,你們就好了, 有手有腳有東西吃, 是不是, 雖然它不知道你們人類, 都要做工做得那麼辛苦, 才能賺到錢, 那就是, 它應該來說, 我們人會羨慕, 他們多自由自在的時候, 多快樂的時候, 但是, 反過來, 它會不會羨慕我們呢, 但是, 在大曼城中間, 即是, 商場附近那裏, 其實, 越來越多這個黑衣, 越來越多的黑衣, 越來越多的黑衣, 什麼年紀都有, 小弟哥毛, 小弟哥毛, 就起碼二三十歲, 上到六七十歲都有, 有些, 很少見到殘廢了, 如果正式是真是說, 糟糕的, 政府已經是收留了, 放到老人院, 找人照顧, 這樣, 通常這些都是有手有腳, 有些還戴口罩, 吃煙, 吃煙, 有人賞賜給他們, 或者他們, 或者他們, 黑賭錢, 這樣, 很多時候, 如果你, 買一份生日子, 買一份三文字, 你給一份他, 有些他不要的, 他說, 你可不可以給錢我, 因為為什麼他有錢呢, 他或者賣酒喝, 賣煙, 或者是吸毒, 但是, 反過來, 為什麼做人, 又會做到這些人那麼失敗呢, 當然不是有個個喜歡在街上風餐露宿, 晚上熬冷, 風吹雨打, 不會有個個的, 當然他們的背後也有很多不為人知的辛酸, 或者 英國就注重女權多些, 或者被老婆踢出來, 就算婚姻不是他的錯誤, 女人要跟他離婚, 或者就霸佬他的家屋, 同一小哥, 踢到他出來, 因為他根據他沒有地址, 他也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 有很多是有這樣的外在的原因, 有些呢, 就以我所知, 有些人就特意自己是有屋的, 政府給了屋他們住, 不用交租, 但他們特意在山長水園, 在白鋪那些地方搭火車出來, 萬成那裡黑錢, 因為覺得萬成那些人比較大方, 而且有些呢, 就假裝說, 我不夠散子, 我要搭車, 我沒有錢, 就是在東有個男人, 在西有個女人, 都是以這個藉口, 不停在電車站上問人家, 你可不可以有沒有散子啊, 什麼什麼啊, 但是, 你說同樣來說, 就是我自己有這樣的感受, 同樣來說, 你做人, 我們可以成為人, 其實是很僥倖的事情, 就是很幸運的事情, 不是僥倖, 是很幸運, 只不過有時候, 你一出生, 你的原生家庭, 你出生的家庭好不好, 就注定了, 你差不多一半你的成就, 但是你外國一半成就, 其實是需要靠自己, 自己勤力去進修, 勤力去賺錢, 是不是, 如果你的原生家庭是不好的, 那你就會自己想辦法去改進, 但是如果你是一隻甲子, 你是一隻白鴿, 你根本是沒辦法, 你一出生, 你就是白鴿, 你就只有可以學飛, 學飛跟著呢, 去跟別人搶麵包皮吃, 是不是, 或者吃那些人在花園吃果子, 但是很多時候, 也有那些貓, 狗, 去捕牠們的, 狐狸, 有很多這些東西, 你說如果有人問你, 有些人是真的, 我寧願第二世不做人, 我寧願做這個, 不要說做畜生, 做隻白鴿, 或者這樣可以任意飛翔, 做隻天鵝, 在水哥都有, 這樣, 寧願做這些琴速, 你認為, 你很羨慕他們, 是不是, 但是到真的被你選擇的時候, 我很相信, 那些人如果真的有機會讓他選擇, 以後你想做人, 另做琴速, 十個有九個半應該都是會希望做人, 因為做人才有希望, 是不是, 現在人的, 人的成就失敗, 其實是注定在你自己的手上, 所以如果今時今日, 你覺得自己的環境真是很差, 已經不是說走投無路, 只不過你很羨慕, 隔離別人住大屋, 經常出去吃東西, 多享受, 人家的親朋戚友, 多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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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孝順, 其實我們根本不需要羨慕別人, 是不是, 有很多東西都是控制在你自己的手上, 其實, 快不快樂, 開心不開心呢, 都是在你自己的心態的問題, 你說人家吃一餐又飽, 吃大魚大肉, 一樣可以填飽過肚子, 你吃個麵包, 是不是, 痴死火腿, 痴死火腿, 你一樣可以填飽過肚子, 只是你自己的感覺, 你認為, 我是不是真的得到人生的享受, 我已經是人上人, 怎樣怎樣怎樣的, 但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 是需要你自己去爭取, 是不是, 是需要你自己去安排, 為什麼有些人會淪為做乞丐呢, 除了你說有些因素, 個別的因素, 或者你的partner不好, 把你扔了出去, 但是很多時候,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原因呢, 有沒有想一下, 為什麼你會受到你的家庭的遺棄呢, 是不是, 要被人聯絡, 有時真的要思前想想想想想想想, 不是說要去抓哪個錯, 哪個對的問題, 不需要去計較, 是壞婆的錯, 是壞人的錯, 他貪污虛榮, 怎樣怎樣怎樣, 不是再去計較這些問題, 你擺放在事實眼前, 你以後那條路怎樣走, 你究竟以後想選擇做一個八甲的出路, 即是順其自然, 有得吃就吃, 沒有得吃就餓死了, 是不是, 還是你是做人的志願, 你還有機會可以翻身的, 那你就努力去爭取, 有很多時候, 其實我覺得, 在街上那些年青的黑衣, 很多時候他們是, 真是有些是做慣, 黑衣難做官, 沒有什麼, 即是不想那些, 或者是有這個毒癮, 或者以前賭博, 欠人家很多錢, 即是被逼, 但始終, 現在在外國, 就不是說什麼, 都有政府是資助的, 如果他們是努力的, 或者是學回一技之長的, 始終政府都會幫他們找到工作, 即是好自在, 一個人的成就與否, 是不是, 都要靠他們自己, 這個就是, 我看到那隻八甲之後, 有時候我在想, 唉, 幸好我們有機會成為人類, 因為始終成為人類, 都是你自己有希望, 成為一隻八甲, 被人抓到, 是不是, 人家要你斷手就斷手, 斷翼就斷翼, 即是你根本是沒有什麼的,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其實我也是在這裏, 將我的感受, 有時候看到那些東西, 我會突然間, 很多個星期, 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這隻八甲的故事, 因為它只是只有一隻腳,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只有一隻腳的八甲, 但它仍然可以繼續生存, 還有這個, 即是它不會說好像人一樣, 我沒有了手啊, 沒有了腳, 我要撐廢了, 我就要, 我不如人了, 它的意志力, 它繼續堅強, 它繼續生存, 因為在它這條路, 如果它不自己去爭取自己是什麼, 它根本就是死路一條, 是不是, 做得吃飯, ró是有時候我就會這樣想, 大家如果听到有什么意见的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感觉 这件事我想了好几个星期 我都觉得我们身为人是很值得庆幸的 无论现在你的生活环境任何的困难 你都可以还有办法可以改变 是需要你自己觉醒 还真的要改变一下你自己的工作 或者环境或者你的情绪 和人们相处的问题 有很多原因 希望大家都得到幸福快乐身体健康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